骄炎千寸万寸 都万万没有想到 这凤竟然是天妖皇族人 更没有想到那界中的精血会被引动 那么他该如何操作 才能不让自己的精血不被发现呢 心中想了当初苍狼王族 骄炎当即面色狂变 灵魂力量不断地侵入那界之中 将那青红血液的波动遮掩而下 主要是让这凤竟然知道 自己手中有着天妖皇族血液 一定会遭来无尽的麻烦 而且天妖皇族的实力 相较于这封雷格 也强悍得不知道多少倍 作为魔兽界的三大家族之一 其中定然有着 斗尊以上级别的强者存在 然而为了压制这精血的暴动 就让凤竟扎出了硝烟的破绽 好在有着三千雷动的加持 让他能够勘探赌过 知道这样一只赌臂也不是办法 硝烟直接召唤出三夺一火 凝制出三色火莲 逃射天际上的妖皇兴影射程 感受到火莲中的火天灭地的能量 凤圈也是面色一变 当即凝制出一个 足有十几张庞大的乌黑剧中 这剧中面积极的 空几无黑 剧中表面 雕刻着一只镇齿高峰的黑黄 龙龟一的黑炎 不断地从其身体之上摇摇而出 剧中刚刚凝视 那火莲所化的火毛流光 也是化破长库而来 与前掌的庞大的体积相比 火莲的体型 几乎唯有用渺小二字形容 但虽说体积渺小 但那其中所预含的恐怖能量 却是无人感心生小觑之意 前景顺心 火莲便与黑猪相跑 一道惊雷般的中影之上 莽然响起 庞大的音波 犹如十字般 分裂地从那剧中表面扩散而出 突然盖地的火浪 在这一刻 竹头遮掩的天空一般 那雷山之上厚厚的乌云层 也是在此刻被技术深深蒸发 无数的雾光 震撼了外面天空上的火海 在那火海中心的位置 乌黑在剧中 稳稳处立 不过在其表面上 乌黑光芒 也是在那三色火浪的席卷下 荡漾起一道的能量联翼 这次锁地着火海之内的那乌黑剧中 心中并没有因为那些烈风的蔓延 而有丝毫的松性 将几枚加速斗气回复的丹药 迅速塞进嘴中 替那斗气悄然运转 拳击将身体进入包裹 烈风急速蔓延 天空后 终于是遍布了剧中的每一个角落 而此刻 三色火海 又爆发出一阵极微恐怖的火了 狠狠地撞击在那剧中之上 这次的撞击 由如假导落头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 但剧中再也无法承受 一线轰鸣后 之间的剧中剧烈一颤 全机忽然暴碎 在剧中碎裂后 一股浓郁黑雾从中涌出 而硝烟则是面色凝重地盯着黑雾 天空后 黑雾猛的一缩 神机一道倩影闪电般 从其中掠出 在这身影出现的遗伤 硝烟的眼中有上一抹寒意 脚掌之上一芒闪烁 前行一动 几道残意浮现而出 正行快入鬼魅般的将一起追上 与此同时 他前途之上 有着碧绿火焰 急速涌出 听说那倩影已经跑得足够快 但他毕竟已经伸手中创 和硝烟相比 自然是要差点几分 起个呼吸键 就被硝烟赶上 全机后者一拳轰出 强悶的力道 另能对那道倩影又传出一道闷哄声 焦躯也是狠狠落地 重重地砸落在广场地面之上 见到这一幕 围观的事发群怒中 霸发出不显的惊花声 任谁都没有想到 会是硝烟群的上风 刚是以如此迅猛的速度 将凤鸡儿击溃 不过硝烟却是将这些声音 置入网闻 瞻醒一动 演出现在的凤鸡儿身旁 脚掌抬起 直接是狠狠地 对着后者脑袋堕了下去 在硝烟的感知中 早就已经知道 这并非是凤鸡儿的本身 而是三精雷换身 他之所以要这么做 就是要彻底将这个女人的 骄傲全部击碎 达到杀人诛心的目的 传说硝烟不喜欢和女人打架 但这凤鸡儿实在是太让他厌恶 过且多次偷袭 刚使流流激情言语嘲讽 破坏掉这三精雷坏身后 硝烟脚掌 轻轻朝前一跨 窄先在某一处空地之处 推脚挑起一抹冷笑 一拳狠狠对着面前虚空 轰击而出 就在其即将落空时 确实有着一道彩色牵影 诡异浮现 好像是故意走位阶技能一般 一击得逞后 硝烟伸出一只冰凉手掌 有如阴掌漫 轻轻地放在其修长的预警之上 见到这一幕 在场周人 居面露一色 显然是没有想到 硝烟竟然直接获胜 封雷格发现 众人无不面色阴沉 周人雷尊者也难以保持淡定 不过所谓是笑容守恒定语 在封雷格等人笑不出来的时候 从尊者的脸上便笑意傲然 准备出声宣布硝烟的胜利 就在这时 硝烟手指上的那戒突然一颤 一个玉瓶 虽然是毫无预兆的闪现而出 在那玉瓶之内 青红色的血液 再发出一种极为磅礴的能量波动 这突如其来的变母 拧着硝烟心脏猛跳 好在他反应迅速 手掌一会 毕丽火焰 便是将玉瓶包裹 然后闪电般的收入那戒指中 不过作使将玉瓶收起 硝烟的脸色 却是显得格瓦的阴沉 脚步迅速后退了两步 他发现 可能因为同是天妖皇族的原因 只要在凤青儿身边 那青红血液 便是会有失控的冲动 然而当硝烟的目光 看向凤青儿时 却发现后者死神的眼中 有着一种异样的炽热光芒 挡下就是心头一尘 最初凤青儿没有看清 刚刚从硝烟那戒中 出现的乃是何物 但当那东西出现时 确实引起了体内血液的分头 这种感觉 他在足重骨骑中看过 乃是遇见 骨黄精血时才会出现 也就是说 硝烟刚刚那戒之中的东西 既是天妖皇精神 于是放青儿 美目啄啄地盯着硝烟 正硬不加丝毫掩饰 冷喝荡 以什么荡次 竟敢燃着我天妖皇族的东西 这段变化 让在场许多不知行的人 都有些恶然 怎么两个人足全脚打着打着 扯到了天妖皇的身上 雷尊者闻言 暂时直接顺移到了凤青儿身侧 方尊者也紧跟其后 拍到了硝烟身边 将其挡在身后 以免雷尊者抱起攻击 见到自己的靠山道来 放青儿也是恢复了傲然神色 两声说 封尊者 先请我感应到 硝烟那些族出现的那五 那是我天妖皇族的古皇血精 按照我族的规矩 硝烟这般作为 乃是般的我族大忌 若是残毁我族 亦将会有族内执行的出手 听到这句话 封尊者也是面色一变 他曾经也领略过天妖皇族的厉害 知道其中的难缠 不过硝烟却是眉头皱起 一句律家之字 何患无死 便将放青儿的行为 封尊者只能退而求其次 想要用天妖皇族内的一种搜查之处 来检查硝烟的那戒中 永无古皇血精的存在 为了排除掉自己的嫌疑 硝烟决定冒险让凤青儿一事 他趁着人不注意之时 将那戒中装有血精的浴瓶 藏于体内 全机再用一火包裹 一击灵魂力量覆盖 以并连为其察觉 一旁的凤青儿对此事毫不执行 紧出异地精确后 用其勾勒出血色浮温 将其笼罩其中 全机便有着一道红色光芒上下扫描 然红色光芒 缓缓地转变硝烟的身体 特别是在其手指上的纳戒柱 来回地扫描了许多次 但却并没有半点异象出现 这令的凤青儿脸色越来越难爬 纵旋在堵持续的片刻时间 红光终于是逐渐消退 那道服务 也是化为一道红芒 被敲连铁金的凤青儿收入体内 见状 凤青儿也是急了 咬着眼问道 你将那骨黄血精藏到哪去了 还不带硝烟放话 一旁的凤青儿 便面色微沉 出声冷喝 见到凤青儿不高兴 雷尊者也是有些着急 如果凤青儿查出来有异常 那么他们还能拷打一番硝烟 但如今没有查出结果 凤青儿的实力 又比他雷尊者更高 如果虽要这样胡搅蛮缠 那么最终 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因此 他只能带着凤青儿就此作罢 何再提及 同时也宣布着硝烟与 凤雷格之间的矛盾 一笔勾销 为了早早得到药鸟的消息 宗尊者大手一会 利用周围天地间的风属性能量 凝聚成一只极为庞大的狂风巨鹰 圈击带着硝烟和林燕 以惊木清湾里去 几颗闪烁剑 便消失在了无数人的目光中 鹰背之上 硝烟目光望了一眼 已经看不见影子的雷沙 紧帮的心 也是终于松懈了下来 张下脸色迅速有限一抹苍满 一口鲜血扑斥一袖 便是喷了出来 全机器紧咬着牙关 周掌之上 碧磁火焰熊熊燃上 火焰升腾中 一滴滴青红胶降 但却预含着 惊人能量波动的血液 真被缓缓地逼出 见到这一幕 方村车的人 真是面露异色 没有想到硝烟 虽然真的有骨黄血精 但在逼出三地精血后 硝烟竟还是没有吼着 颜色如血 真机的温度也是滚烫的吓人 眉宇间 隐隐透着一抹痛苦之色 显然是因为异火的高温 将这骨黄血精烈化 导致现在不能将其逼出 但如果任由这些能量 在硝烟体内 那么它最终可能会 以能量过多暴体而亡 硝烟将如何处理这些能量 它又将和封尊者 如何商议拯救药老的计划呢 也能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接着看